剛剛同學在問到就是這個模型可不可以做3D的旋轉 因為它最近新的版本就是更新到3.552這個版本的時候 把這個功能加進來了 以前我會告訴你不行 其實我會對這個軟體有興趣是因為我們本身就有學3D軟體 可是一般的3D軟體說真的 不管你學什麼3D Max 和 AutoCAD 學習曲線都很長 因為軟體再加上沒有中文 不是沒有簡體中文是沒有版體中文或正體中文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學習這個東西就是要花很多時間 因為很正統的那又要學很多功能 可是像這種的 這種軟體它就是什麼 你會2D就好3D僅供參考就是只有看而已 所以真正我們操作都在哪裡 都在上面這一塊了解嗎下面只是看而已 所以這樣子就容易很多 那今天如果你的模型比如說我們剛剛這個 這個螢幕有沒有 那你想要做一些調整你可以點鳥架 就是在這裡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不同的方向 拿一個軸向你可以自己調整 它又怕你看不清楚搞不清楚方向有沒有會找聖誕老公公的那個 那個集日快到了 聖誕節不是會找聖誕老公公就會有一種動物跑出來啊 叫做迷路的有沒有 搞不清楚SYZ有沒有會搞不清楚的 它下面是不是就有 所以你要轉哪個角度 這個地方轉45度 你可以看一下 在S軸轉45度之後 好我們確定一下 看下面有沒有這樣轉45度 有沒有S軸 所以如果你搞不清楚哪一個軸向 你就可以稍微先調一下 這是一個方法 那說真的 各位現在學3D也比較幸福 因為網路上 免費的3D模型很多 以前我們在學是你不會畫模型 不會自己做模型就完了 現在不是 你可以 找到很多免費的模型 就跟圖庫一樣 所以呢 你可以到哪邊 到這裡 我們剛剛 這裡 沒有叫各位下載的 就是這個 有沒有 因為我上次在上中文系的時候 總是要加點中式家具比較有感覺嘛 那這裡 你可以把它點一下 我有放幾個 有沒有 都是DIP的 你覺得我們剛剛的椅子太稀釋了 你就找這一種 還是你要屏風 還是要水墨畫好不好 我就 我找個椅子好了 然後點到它 按下載就好了 這不用解壓縮 不用解壓縮 那好了之後呢 我先給各位看到底 那個椅子長什麼樣子 我看一下 中文系的 來 不是這個 到背景圖了 背景圖裡面有 點進去 中文系的 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種椅子 還尬一個花盆 哈哈哈 畫在這裡 畫那個 這個圖還在換啦 屏風在這裡 有沒有 好不好 知道各位現在那個屏風已經沒有了 吧 哈 李國修那個屏風不是 啊 表演班啊 已經沒了 哈哈哈 休息了 哈哈哈 好 看一下 來 你看一下這裡 如果你 找到之後 你看 你要把它加進來 請你找 這裡 有沒有上面有個叫家具 插入家具 這裡 那進來的時候呢 你不用特別解壓說 你只要把 ZIP 因為它支援 ZIP 好 所以你解壓說 當然也可以 可是你 真的不需要 好 你看我找到這個下載的地方 那個在哪裡 好 在這裡有沒有 這 這個檔案 你看 我就 叫他進來就好了 你看我都介紹人性的對不對 有沒有在這裡 有沒有 有沒有尬花盆 有吼 你就進來 繼續 他就問你這個角度對不對 因為有時候可能那個角度會顛倒 那你就按繼續 他就問你了 你進來之後呢 要叫什麼名字 有沒有想要放到你左手邊那個目錄裡面 這樣下次你就從那個好像圖褲一樣把它叫出來 就不用重新匯入 再來 你進來之後 尺寸要多大 是不是都有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來這邊囉 糟糕 我把它按掉 再一次 這裡 要進來 當然我不敢跟你保證每一個模型都可以啦 因為那個我試過了 但是 大多數這樣子都還OK 所以完成 噢 有一個了 但是不好意思 一直幕後 我們要把它請到幕前 有沒有 其實他跟誰最討論 你們可能有聽過一個另外一個3D軟體叫Sketch-up 這個就是Sketch-up上面的 Sketch-up現在也很多人學喔 尤其室內設計的 因為用它來做其實相對來說是很簡單 就是相對簡單啦 比你學習那種Catch-up來講相對容易很多 所以 這樣就進來了 你有沒有發現你有幹什麼好事嗎 沒有對不對 排列組合而已嘛 即使你不是學習室內設計的 即使你不會3D軟體有沒有很簡單 所以我現在的風格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 大多數的同學 或老師也好 大家現在都沒耐心 都想要我要就要最好的 而且一進來就要馬上會 對 所以老師很辛苦 我一定要找很多適合的 適合你用的 不過工具當然是越來越聰明啦 可是就是說 你要看你要怎麼去用它 怎麼去用它 目的導向 那剛剛其他的也都是一樣 這樣了解 那我順便提一下就是我們剛剛這裡 我們剛剛不是講到螢幕嗎 對不對 螢幕可不可以換成自己的 當然可以啊 點兩下 那個叫材質 所以你找左手邊 有沒有叫材質 點進來之後 看你要換外框 還是換裡面 有沒有發現 會閃一下閃一下 表示什麼 你現在在看的那個材質的內容 假設我是下面這個 那我就來這邊告訴他 我想要找一張 找一張什麼圖 但是要特別留意一下 就是這裡 它原本的尺寸的比例要對 也就是說你要替代的話 你說要比例要跟它對的 不然就是 它就變成就是會裁切到 會裁切到 所以像我這個是66.4嘛 所以你就有一張圖是 維持這個比例就好 就維持這個比例 還有這個尺寸你可以記起來 好我就來找一張 它裡面有內建很多 但是裡面沒有我的 我就自己來找 有沒有 你就看你要哪一張 那我就從這邊 反正我們最會的就是那個而已 這裡沒有 我看一下桌面上我有放嗎 PDF這裡 好像沒有什麼圖檔對不對 桌面好像沒有什麼圖檔 好現在找到一張 我就把它丟進來 有沒有 他問你要不要隨便拿 繼續 重點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它的尺寸 你就要設成跟它的那個一樣 當然比例對是最好 不然它下面是等比例的 好所以我這樣子完成 完成 欸有沒有換了 這樣你知道 我怎麼樣把這張圖 換成學校的吧 這樣把秘密都講出來 哈哈哈哈 真的不難啦 真的不難 好所以你這樣子是不是就可以 有一個解決了 好嗎 好嗎